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车谈发生的重点大消失 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第一则的新闻就是 Subaru XV 的小改款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而且配备了 iSiz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Subaru XV 本身就是一款非常出色的 Crossover 车款 它是基于 Subaru 的 SGP 平台打造 除了具备非常好的操控表现之外 Subaru 引以为傲的全时四轮传动系统也让它拥有的非常非常好的表现 就算你要开车这台车去 业也都没有关系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款车的先进安全配备是它比较大的缺点之一 因为它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配备 不过在这次的小改款车型方面 原厂终于为它配备了 iSize 也就是它拥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等等的配备 让它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在引擎的部分 新车还是继续采用了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同样的是水平对付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54HP 峰值扭力表现196Nm 配备的是CVT 变速箱 这样的动力表现其实是中为中举啦 但是以SPE 的定位来说 这样的引擎配置是非常足够的 以上我们会打出这个新车的价格表 大家对这个新车的价格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则新闻 Hyundai Palisade 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售价从338,888 令吉起跳 而且在马来西亚版本有4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两个汽油引擎 还有两个柴油引擎 其中在汽油引擎方面 具备了先进的安全配备 至于柴油引擎方面 才有这个OVD系统 这款车在汽油引擎方面 采用的是3.8公升的V6自然进气引擎 而且有GDI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是295PS 峰值扭力355Nm 至于在柴油引擎方面 最大马力表现是199PS 峰值扭力440Nm 两者都匹配8速的自拍变速箱 这款车作为Hyundai的旗舰 价格方面自然不会太便宜 但是根据原厂的表示 在新车发布之前 已经有了20多张的订单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Palisade的销售表现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你们觉得这个价位让你选择Palisade 你会买它吗? 第三则新闻 Honda 又有一款SUV也即将登场了 全新的WRV 被拍摄到正在测试中 上一代的WRV 其实就是这个Honda Jazz的 增高车型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上面 跟Honda Jazz 非常类似 但是新一代的车型 它们完全重新设计了它的外观 让它变得非常的运动化 而且根据Honda 的策略 这款车的定位是低于HRV的 也就是说它的售价 应该会低于10万令吉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上面 根据之前的海外媒体爆料 这款车可能会搭载 1.0 公升的 三缸 VTEC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是122PS 风质扭力173Nm 但是无论配置哪一种动力都好 对于这款车来说 都是非常足够的 其实 这款车的主要对手是 Toyota的Rise 还有达克斯的Loki 你们觉得如果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它能不能够创出一片天地呢? 第四则新闻 Toyota Heria 即将在明年推出小盖管车型 而且有可能搭载这个2.4L 的涡轮增压引擎 Toyota新一代的Toyota Heria 在发布之后 就被消费者吐槽说 为什么上一代的2.0L 涡轮增压引擎不见了呢? 其实是因为排放法规的关系 所以原厂不得不取消这个涡轮引擎的选项 但是在这个小改款车型上面 新的涡轮增压引擎可能会加入到引擎的阵容中 根据日本的媒体爆料 Toyota Heria 在明年将会推出首个小改款车型 在引擎配置上面会进行升级 也就是搭载这个 全新的2.4L 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300PS 风筝牛率表现430Nm 大家对这个引擎应该不陌生 因为这具引擎就是早前出现在全新一代Lexus NX上面的那一台引擎 那么为什么Heria 也会采用这具引擎呢? 实际上Heria 跟NX是属于双身兄弟车型 他们的车身尺码平台架构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NX9 的东西 在Heria 上面也看得到 所以除了这个2.4L 的涡轮增压引擎之外 未来这个2.5L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也有可能出现在Heria 上面 届时Heria 就会有非常强悍的加速表现 只是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这个2.4L 涡轮的Heria 出现之后 U&W Toyota 会不会引进这款车呢? 最后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 Tesla Model 3 有可能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售价是288,888 令吉 在政府宣布了 EV 车将会免税之后 不少的厂商都计划把这个电动车引进到我国市场 最近就在这个社交网站上面就有一些照片流传 就是这个 Tesla Model 3 即将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售价是从这个288,888 令吉起跳 但是目前详细的规格我们都还不清楚 只是有一家经销商表示他们计划引进这款车 而且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工作人员送往新加坡接受训练 为的就是提供马来西亚的 Tesla 车主更好的服务 我相信本地很多消费者对这个 Tesla Model 3 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问题在于 虽然政府积极地推广这个电动车在本地的普及度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充电桩 如果充电桩不足够的话 那么买的电动车是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如果这个价钱的 Model 3 你们会考虑吗?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影片内容 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